今天又在公司里面加了一天的班,小夕感觉最近又累又困,她真的很想直接睡在地板上,但是她必须要回到家里面,自己只想回到家,好好的躺在床上睡觉。 她来到了停车场,停车场就她自己一个人的车子在,看来整座大山就只有自己一个人,没有其他人像自己这么这么晚了还在公司加班。 她无奈地上车,她发动了引擎,将车子从地下室里面开了出去,看来今天真的很晚了,外面几乎没有什么车子,只有自己一辆车在外面。 她感觉自己好像承包了整条公路,就像是一个大富豪一样,自己从来没有享受过现在这样的感觉,感觉自己非常的自由,就像是自己在天空上飞翔一般。 后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了一辆车,紧紧地跟在自己的后面,就好像是专门要跟在自己后面。 小夕心里隐隐觉得有一些不安,她不知道这辆车到底要做什么。 为什么一直紧紧地跟在自己的后面? 她现在在电视或者是报纸上面也有看到过,有一些车辆先是紧紧地跟着你,等到了合适的地方,他们就会加速停在你的前方,迫使你把车子停下来,然后做一些伤害你的行为,抢走你的财物。 小夕心里忽然很害怕,她不知道后面那辆车会不会也像是自己在报纸上面看到的那些,故意要找自己的麻烦。 她不由得加快了速度,她可不想自己成为明天报纸的头条。 不管后面的车有没有恶意,她都要想早点摆脱,好让自己觉得安全。 但是后面的车就像是一块锡铁石一样跟着自己,不管自己的速度有多快,她总是能够保持相同的距离跟着自己。 小夕更加的害怕了,看来这辆车是有意地在跟着自己,自己该怎么办呢,自己是不是要打电话求救呢? 但是她拿出电话,她并不知道可以打给谁,她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朋友。 在这个危机的关头,她不知道打给谁,她感觉非常的绝望, 为什么自己平时就没有一个两个好朋友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帮助自己? 她想到打110,但是自己现在一点信息都没有。 旁边的车子是不是要伤害自己,这个还说不好,可能只是操桥也说不定。 抱着侥幸的心理,小夕继续向自己家的方向开去。 她回头看见那辆车还是跟着自己的身后。 小夕越来越慌张,车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现在这个时候,原本不远不近跟在自己身后的那辆车,忽然加快了速度,很快就开在了自己的前面。 这不是跟报纸上面讲的情况一模一样吗? 难道自己也遇见了这样的人? 自己还没有试过在外面遇见这样的坏人? 她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事情。 对于现在这些人已经有了伤害自己的意图,那么自己就可以打110报警了。 当小夕拿出电话准备拨打110的时候,前面的车子忽然停了下来。 小夕不得已也将车子停了下来。 前面的车子上好像下来一个人,小夕赶紧将自己的车子窗子锁好。 那个人穿着乙身的黑色羽衣,头上戴着帽子。 小夕看不清楚男人的长相,她只觉得她是一个很高大鬼舞的男人。 如果这样的男人想伤害自己,自己是没有能力反抗的。 小夕看着自己的手机,现在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赶紧拨打110电话, 让警察可以早点来救自己。 但是110那边传来的却是盲音。 她一看手机,没有一点的信号。 这怎么可能啊? 这可是城市里面,怎么会没有信号呢? 难道是被屏蔽了吗? 怎么可能,怎么会有人屏蔽移动中的信号呢? 太不可思议了。 不能拨打110进行报警,那么自己该怎么办呢? 前面的男人越走越近,小夕的心也越来越恐惧。 跟前这个男人会对自己做什么呢? 他会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拿走,还会伤害自己吗? 他会不会将自己杀死? 小夕想,肯定很快就要死去了。 如果自己真的变成鬼,自己一定要找这个男人报仇。 男人越走越近,小夕感觉自己的生命在一点一点的消失。 如果这个男人是一个正常的男人,那么他不会在没有下雨的夜晚穿成现在这个样子。 男人终于走了过来,小夕有些绝望地看着他。 男人渐渐地将自己身上穿着的黑色雨衣脱了下来。 小夕惊恐地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好像是一个空气穿着一件雨衣,也有一点像是美国电影里面的透明人。 反正,这件风衣下面什么都没有。 小夕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希望自己遇见的是一个人,哪怕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人,是一个非常坏的坏人。 也不要遇见一个什么都不是的透明人。 小夕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诡异恐怖的事情。 他不知道对方是不是有自己的性命,他一动不动地待在车子里面。 他惊恐地看着四周,那个看不见的透明人不知道会从什么地方出现。 很久以后,小夕渐渐地安静下来,他试着发动自己的车子,想要开车回去。 也许身边的那个透明人早就已经消失不见了,也许他只是为了吓唬一下自己。 就在他发动车子的时候,后面有一双强劲有力的手勒住了自己的脖子。 小夕身体往后一扬,他看见自己的后车座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正穿着一身黑色的羽衣,看不清男人的样子,但是看身形就是刚才在外面的那个男人。 那个透明的男人,小夕惊恐地尖叫了一声, 你,你是怎么进来的,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你想要钱,我都可以给你,求求你不要伤害我。 小夕的声音充满着绝望,他知道,让这个男人放过自己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男人会来找自己。 小夕回忆起了自己从小到大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自己有对不起人家的。 他实在想不通,这个透明的男人为什么会找自己报复。 你真的不知道我是谁吗?你一点都记不起来。 曾经我是那么的喜欢你,但是你总当我是透明的,现在我真的变成了一个透明的人,你却又害怕我。 小夕没有想到的是,男人竟然开口说话了,而他的声音是那样的熟悉。 小夕想起来,你,你就是在大学的时候一直追求我的那个人,我说了很多次了,我对你没有一点感觉,你为什么总是不肯放过我呢? 而且,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透明人哈哈大笑起来。 我为了你,我为了你,跟魔鬼签下了契约,我将自己的灵魂卖给他,让他把我变成透明的人,让我可以一直跟在你的身边,可以天天跟你在一起。 但是时间只有七天,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一定要带走你,让你陪着我。 啊,说着,那透明人手上的力度增大了,小夕感觉痛苦万分,自己吸不进一口空气,他感觉自己的胃部都要爆炸了。 就在他感觉自己的生命快要结束以后,透明的人忽然嘶声裂肺地吼叫起来,一股强大的旋风将他吸了进来。 小夕感觉这一切都像是在做梦一样,自己在梦中差点被一个看不见的男人给掐死,而这个男人又被一阵狂风吸了进去。 难道是别人来拿回卖给他的灵魂? 惊魂未定的小夕开着车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这件事情以后,小夕很少会在外面,他害怕遇见另外一人,浑身透明的人。